东飞飞飞,流浪时于天,终于死于台湾猎人之手 六福村,最终坦诚,来自园区 大家评论风向,也随之谴责六福村 民进党立委高嘉宇表示 他去年揭露六福村十年养死八只长颈鹿 把动物当成生财牟利工具,已经不符合进步国家的价值 其实,动物园本身,就不符合进步价值 而且全世界的动物园都一样 我在七年前,曾经介绍过一个纪录片 BBC地平线,Should We Close or Soos? 我们该关了动物园吗?的节目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人类设立动物园的荒谬之处 介绍如下,人类为野生动物设立的动物园,其实相当不人道 第一,世界上有许多动物园把过剩的动物,鱼医宰杀 然后再给劣食性动物吃 第二,一般认为,动物园有助于人类 养成保育观念及保留兵为生物 但这已被证明无必然关系 第三,动物园的动物大部分飞兵为生物 只是为了人类的喜好而设 第四,动物在动物园比在自然界更悲惨 节目中一开始播出2014年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把一头两岁大的健康长颈鹿 Marius载了狮子的画面 该动物园把这件事公开给游客看而引起争议 后期受到其他动物园抵制 原因是,他们公开了业界的秘密 节目也指出,许多研究证明 动物园无助于人类养成保育观念 便是做得比动物园还好 在野外,并为生物反而活得更佳 由于动物园缺乏自然界的环境 许多动物有类似强迫症的行为 像不断原地跺步 在寿命上,即使在缅甸做苦工发木的大象 其平均寿命40岁 也远比动物园大象平均寿命20岁多两倍 原因是动物园让动物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 而人类宣称,可及动物园保育动物更是天大谎言 许多动物在动物园不但有近亲繁殖的危险 很多动物反而容易不孕 像全世界只剩下5只的北白犀牛 Noran White Rhino 被关后反而无法繁殖 片中结尾又死2只 根本就是人类把动物关起来灭绝 台湾的木榨动物园一定有繁殖过剩的动物 这种动物一野放就会死 所以木榨动物园也不可能把动物野放 那它们能去哪里呢? 该不会都杀来狮子老虎了吧? 大熊猫团团圆圆在台湾又能过得比在四川好吗? 最重要的是 动物园既然无助人类养成保育观念及保留病为动物 又让我们比在自然界更悲惨还不遇 难道台湾人不该废除动物园? Blackjack 2023年3月30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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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